请问拜登总统5月11号到芝加哥解决油价问题 你认为能解决吗 拜登总统到芝加哥解决油价问题 他5月11号来了 芝加哥能帮助拜登解决油价问题吗 我来给大家解说一下 白美为师马克素 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拜登为什么到芝加哥解决油价问题 拜登5月11号到芝加哥来 一个主要问题是解决油价标准的问题 他为什么会到芝加哥来解决油价问题 第一是因为今年三月份芝加哥有一个企业家叫威尔逊 他免费发放了两百万美银的汽油 之后芝加哥的油价就下降了 所以芝加哥吸引了拜登 拜登要到芝加哥来解决油价的问题 第二 拜登5月11号到芝加哥说出了他要解决油价的办法了吗 对 他说了 他说解决油价标准的办法是 第一要解决乌克兰跟俄罗斯问题 因为美国现在的油价上标准50% 是因为三月份开始俄欧之战 美国停止了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所以说导致油价上涨50% 现在只有把俄罗斯的问题解决了 才能够解决这个油价问题 这是方法的第一步 第二步 等到俄罗斯战解决之后 油价回落到俄罗斯战之情之后 那另外50% 再用其他的办法 回到川普时代的 多了一个家里那个时代